我是万万没想到,把鸡蛋倒在豆角里,竟然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,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豆角,先切掉头和尾,太长的话给它改一下刀 锅中水开后加一勺盐,凝点食用油,加这两样,可以使烫好的豆角,颜色更加脆绿 把豆角烫软,控水捞出来,放在盆里凉凉 下面准备半根胡萝卜,先切成片,再切成碎丁 半块洋葱切成条,再切成洋葱丁 一根火腿肠,也改刀切成丁,搭配起来更好吃,收到盆里备用 这会儿豆角也放凉了,给它切一下,像这样碎一些,更好成形 收到盆里,再淋入搅好的鸡蛋液,换入切好的配菜 调一下味儿,加入盐,胡椒粉,13香,先把食材搅拌均匀 接着再晃入一勺面粉,一勺玉米面,继续搅拌 这里面粉的用量不需要加的太多,主要是起到粘合的作用 一直搅拌到像这样的粘稠状就可以了 电饼称先不要开火,均匀的刷一层油,倒入菜糊 用铲子把菜糊均匀的铺开,往后均匀一些,更容易熟 然后开中火,盖上盖子了,上下盘一起加热 因为这个蔬菜饼有点厚,大约用了6-8分钟的时间,才能将饼完全捞熟 最后像这样表面金黄,就说明熟透了 再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,即可享用 这样做的豆角蔬菜饼,里面加入了鸡蛋和蔬菜 这样搭配起来更营养 不爱吃菜的孩子,都能吃上一大块 当做早餐也很不错哟 喜欢的朋友,可以收藏起来试做一下